上海绿地申花主场3比1取胜贵州横锋 申花三个进球都跟曹云定有关 第九分钟 他在禁区前沿起脚脱射 皮球飞入球门右下角 申花1比0领先 第五十三分钟 曹云定连续过调对方球员 送出直塞 助攻罗梅罗轻松得分 2比0 十分钟后 又是曹云定左路得球后直塞 邓巴巴底线横传 罗梅罗打进了个人本场第二球 不是阶段 斯蒂夫罚进点球 但申花还是3比1 让贵州三连败 深陷降级区 而是预防人员冲的球员冲突出 通知名制作军